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我们再次相约在币圈每日看盘 今天我们看一下币圈整个节奏怎么样,我们初看,我也是今天第一天看,今天太忙了 我们初看一下,比特币又怕怕怕回调到33,000了对吧 昨天在31,32这边,今天又到了33,000 然后以太坊今天中盘突破新高,又创新高了到1468 是应该是新高吧,我看看有没有突破前高 对,突破了前高对吧,就前两天吧,1431,今天到了1471 我们看啊,以太坊我始终认为可以上到1500以上 你看又翻绿了,他daily,daily candle上又翻绿了 在一小时上这两天,这最近一直在跌对吧 最近几个小时在跌,但是在日k上你看又翻绿了 我们看看日k,连续12344天,多空双方非常的胶着 连续四天翻绿,看看今天能不能翻绿 啊,defi啊,defi创到,defi也创了前高了,对吧 前高是在这里上影线,今天最高已经超过了,但是超过之后啊 还是动力不足,回调了,山寨币也是的 山寨币,山寨币现在就看以太坊的颜色 我们看看每个币种刷一下,比特币最新的是32991,这个不太准 现在是32925,这个稍微有点延迟的 以太坊是1400左右,波卡17块9毛1,最近在跌对吧 卡达诺还是在3毛5,清link24左右,之前上25,25没站稳 Stella0.26,like coin,搞来搞圈在140,like coin Uni,早期走上了12岛,现在终于回调了,终于回调了 Avi,早上的时候上了300岛,现在终于回调了254,对吧 上了300岛了,之前最低的时候是30,这个币啊 三个多月啊,涨了10倍啊,这个有点夸张啊,说实话 EOS稳定币2块7,Synthetix重新站上17块3毛3了 前两天是15,16对吧,好像是要创新高了Synthetix 这个币还是热啊,SNX确实热,Tronk站上了3毛 Tezos3块,Celsus5块 新金币,新金币,新金币表现极差 阿同姆8块,Synthetix还是在1块9毛5 徘徊,这波现在非常的胶着,除了DeFi爆拉之后 其他的山寨币没怎么动,对吧 可以看到Sushi,站上了8刀,早些站上了9刀 但是明显啊,这两个小时开始回调了 Farcoin22,看Sushi啊都超过Farcoin了啊 你看Farcoin表现有多差,我就不要说了 国内最吹捧的Farcoin竟然走势走成这副样子 令人焊眼啊,而且Farcoin它发的币要特别多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发21个币,现在一共才只有4500万 对吧,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行,Compound239,Compound还是蛮强的啊,突破200 Avalanche最近跌了12块6,WiFi31,WiFi最近跌了对吧 其他的币都在涨,WiFi竟然跌了 FTT10块3毛9,Solana3块4毛9,24小时跌了7.5% Kusama几乎又要跌破100刀 TheGraph重新站上了5毛,Graph还是非常强啊 UMA11块4,Hashgraph跌了1丢丢 这个币Solchain非常的强,2块4毛3 A1N,RCR跌了5%,DF5也是不大不小 BAT跌了2.7%,DAO今天继续涨,2块1毛9 涨势相比之前稳了很多,DAO Nexus Mutual 54,还有什么 其他的就没什么,1inch 2块4毛2 Band 9块6 看一下我这边收藏的币 有那些 收藏的币,波卡跌破18 Ave,Synthetic,Celsus,Sushi,Fire,Avalanche A1N,还有什么 Cake,Cake跌了啊,跌到1块钱左右 CooCoin还在1块2 Cream稍微跌了一点 Sora184了啊,牛逼啊 还有什么,Trailer30块 Trailer最近在跌,7天跌了13% Trust Swap,又开始跌回去了,Trust Swap Haven,再跌 Yan,2块6毛9,还有什么 Avigotchi,就比不涨啊,Avigotchi SkyCoin,又跌破了5毛 XIO,DAGO Astro Tools,Astro Tools,0.16 Map,0.03 行 行,我们看一下搭移 有没有要搭移的 看看昨天做了三个视频 有没有搭移的 干火分享的 好,Andrew Cho Serum,Serum这个怎么样 Serum Serum这个B,他的大腿是SBF Sam Bakefried SBF SBF他在B圈的能量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Serum这个B还是OK的 但是说实话,他也是个DEX 他是在Solana上面的第一个应用 早期他在FTX上面众筹的时候 刚开盘的时候被爆拉了十几倍 导致了非常成功的一个IEO 在FTX上面第一个IEO 但后面由于Serum他没有流量 没人用而不好用 虽然SBF天天在推这个B 但是就目前而言 绝大多数的生态还是在以太坊上 你要Serum要涨得特别高 是比较难的 Serum要涨 除非Solana得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 更多的钱涌入Solana 这个可能性才比较大 现在的话Serum看多少钱 Serum这边其实是关注的 我的Portfolio里面应该是Serum Serum 两块钱表现一般啊 看一下Serum也很总 30天涨了一倍对吧 看一下 对啊他不行啊 钱高没突破 他众筹的时候是一毛多 然后就被爆拉到一块五毛七 涨了十二三倍 然后一开始冲上冲到三块多 现在就后面就不行了 现在回调了一半 对他一毛多嘛 众筹的时候 对吧 和众筹比长了十七倍啊 那众筹的话 IEO的话抢到的人很少 那是FTX上面第一个IEO 很多人都不知道FTX那个时候 对吧 但他的大腿是SBF SBF领头的 所以说有SBF在呢 这个Serum不会走的太差 好吧 行 这位大兄弟感谢你加入的粉丝 非常感谢你 还有没有粉丝 不可能一枝独秀的 这个太难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 当然啦 以太现在是 我是非常看好以太的 现在以太最大的问题就是Gas fee太高 如果能够解决什么Layer 2 对吧 Layer 2现在技术还不成熟吗 就几家在用 如果能够大规模的解决Layer 2的问题 那以太啊 涨到3000到5000问题不大 当然我看到那个油管上有很多人说涨到1万一个 对吧 那这个就很难说了 还有人说涨到10万一个 涨到1万一个呢 比特币至少是10万一个 对啊 我个人认为以太都1万了 比特币至少是 以太都10万了 那比特币至少100万了 好吧 谢谢兄弟们 谢谢兄弟们 还有前面前面那个Andrew 给你点个红心 大大韭菜加油 谢谢哥们 都是我的粉丝对吧 支持 华仔 哎呀来晚了受宠若惊 感谢大兄弟 不仅我爱你 我身边同事都关注了你 我是他们的代言人 新视频一更新我就在办公室打开大家一起看 这个你是说真的还是在忽悠我呢 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华仔给一定要给华仔点个赞 老哥请你叔叔苏喜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 苏喜我为什么个人特别喜欢苏喜呢 有几个原因 具体的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之前的视频 我也说了详细的说了苏喜 那苏喜我个人最最看好呢 就是他们的项目方案不是很贪婪 有杂音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做到这 Peace